诺亚是个倒霉的小胖子 被大学开除的她和单身的妈妈一起居住 她的老爸是开宝石店的 却从来没有给过一分赡养费 妈妈正在尝试进入下一段恋情 朋友佩杜拉太太为她介绍了一个外科医生 就在妈妈准备去约会时 佩杜拉太太打来电话 说自己家的保姆临时来不了 为了给妈妈和外科医生一个约会的机会 诺亚不得不去到佩杜拉太太家为她照顾孩子 佩杜拉太太家有三个孩子 老大是长相俊美的躁郁症男孩 老二是被领养的玩火男孩 老三是喜欢浓妆艳抹的臭美女孩 老二还在领养过度期会趁人不注意逃出家中 所以佩杜拉太太在她的身上装了定位追踪器 她将追踪器交给诺亚之后就离开了 她一走几个小鬼就开始捣蛋 老二砸碎了家里所有的花瓶 老三缠着她要跟她说一个秘密 老大跟她抢起了遥控器 诺亚也不管他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然后她跟女票包起了电话粥 女票为了讨好过生日的好友 在电话里用共度粮消诱惑诺亚 让她帮忙带些毒品到派对去 诺亚决定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去派对 她跟着女票的提示去找卖货的毒贩 一路上出了各种各样的差错 不是老三拉裤子 就是老二炸了酒店的厕所 经历各种状况之后 诺亚终于到了毒贩的地盘 就在诺亚准备跟毒贩买货的时候 老二走进来说要上洗手间 却误打误撞地拿走了一个装满卡洛因的恐龙蛋 诺亚准备将恐龙蛋还回去 没想到在和老二争抢的过程中将恐龙蛋打碎了 毒贩发现恐龙蛋被偷走之后 打电话给诺亚 请她一小时内拿着一万美金去渔城交易 不然就干掉她 诺亚想起佩杜拉太太 于是带着孩子们去到聚会上 可是当她看到太太的笑脸时 她又不忍心打扰太太 这时老大想起了一个富家女 给她的成人派对邀请函 于是诺亚带着几人去到富家女的成人派对 并偷偷地拿走了富家女收到的礼金 但他们的车却在这个过程中被偷走了 而他们现在还差了七千 诺亚拿着三千块去见了毒贩 愤怒的毒贩用诺亚的女票威胁她 为了补齐差票 诺亚只好去找卖珠宝的老爸 但是老爸已经有了新的家庭 原来诺亚老爸婚内出轨 和家里的保姆搅在了一起 并和保姆生下了另一个儿子 自从诺亚被大学退学 爸爸就觉得他是个失败者 所以十分瞧不起他 于是拒绝了给予诺亚帮助 愤怒的诺亚只好离开 并顺走了老爸的车钥匙和店铺钥匙 他开车到店里拿走了钻石首饰 正要离开时 老三跟他说了一个秘密 原来他偶然发现爸爸和助手接吻 妈妈虽然知道这件事 但却为了婚姻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诺亚这才明白他们都是同病相连的人 就在这时 老二在诺亚爸爸的店铺厕所 放了一枚炸弹 一下子将店铺给炸毁了 气愤的诺亚责骂老二 老二生气的把老大的药瓶扔出了车 诺亚赶紧停车让老大下车 但是诺亚早就发现老大是个身贵 他假装自己有躁郁症 用药物来掩盖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实 诺亚告诉他这并没有错 让他坦然接受最真实的自己 就在两人返回的时候 他们看见了被偷的车 他们跟着这辆车来到一个赌博厂 发现偷车的是诺亚的高中同学 原来高中时诺亚参加同学奶奶的葬礼 却因为喝多了吐在了骨灰盒里 所以同学出于报复才偷了他的车 为了表示道歉 诺亚把双手背在后面 让同学揍了自己一拳 同学很佩服诺亚的敢作敢当 还回了车钥匙 但诺亚不小心闯了红灯 警察搜出了诺亚身上的药品和钻石 还发现他是因炸厕所被通缉了嫌犯 就在诺亚以为他要逮捕时 警察却拿着诺亚的钻石跑了 没了钻石他们就没办法支付毒贩的金额 诺亚只好去到派对找女票 想带她离开派对 但是很快 毒贩就来到派对 诺亚赶紧带着几人 开车逃走 中途老二往毒贩的车里扔了一个炸弹 但诺亚却因为太兴奋撞到了路牌 毒贩也因此追上了他们 毒贩让诺亚女票带孩子们离开 他要单独解决诺亚 女友二话不说就带着小孩跑了 就在毒贩准备开枪时 诺亚用车门狠狠撞向他 然后逃进了树林 三个小孩听见身后的枪声停了下来 觉得他们不应该抛弃诺亚 于是他们打电话给诺亚的高中同学 同学十分佩服诺亚 于是带人来帮他打退了毒贩 诺亚赶紧开车带着几人回家 之后诺亚也和女票分了手 回家后他们发现 今天发生的事都上了新闻 但杜佩拉夫奇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孩子们的爸爸还支付了诺亚今天的费用 最后诺亚也警告了孩子们的爸爸 不要像他的爸爸那样给孩子们带去伤害 这部电影是上映于2011年的 美国喜剧《保姆奇遇记》 电影用诙谐的手法 讲述了一个倒霉男孩的成长 描写了诺亚的三个转变 诺亚一开始并不愿意工作 但她为了妈妈的约会 接受了当一晚保姆的工作 她原本讨厌孩子 却在和孩子们的相处中 发现了他们的可爱 她原本是个欲试只会逃避的胆小鬼 但她渐渐地学会了承担自己犯下的错 明白了自己身上的责任 一个晚上一场获释 就彻底改变了诺亚 或许这就是人生 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长大 好了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